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更深一点是等待天主每一分每一秒钟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带给我们恩惠 这一点我们常常会忽略 那么我们也是在生活中也常常等待一个负担能够放弃 或是一个障碍能够放在旁边 让我们能够顺利地活下去 那么这几个礼拜的读经常常提醒我们 等待的时候我们要主动地 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天主的来临 我们要安排他的来临 那最重要的是准备我们自己 祈祷的时候我们常常知道我们的生活完全在天主的手里 我们是百分之百依靠他 工作的时候 行动的时候我们要假定 假设 这个工作的效果是靠我们自己 这样子我们才会努力地工作 所以我们知道天主在我们旁边帮忙 那么今天的读经 他说我们等待天主 要充满喜乐地等待他 耶稣他讲的话很美 他说其实跟随他的人很幸福 他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我念一下他跟我们说的话 因为我是良善心千的 这样你们必要找得灵魂的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柔和的 我的单子是清醒的 好像做一个基督徒是很幸福 而且很容易 比我们想象的容易多了 有时候我们把它好像把它当作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经验 不过这个水牛真的很幸福 你看他跟着他的主人 他慢慢地走 不会太吃力 不用跑的 而且他背上的那个单子 不会太重 刚好 脖子上的那些饿也很舒服 水牛真的很幸福 那么《读经义》里面也有类似的一句话 我觉得很美丽的一句话 伊萨耶先知书他说 然而 仰望上主的人 时常尽力崇沛 如同老鹰 正义高飞 奔跑而不困乏 行走而不疲倦 很美 一个老鹰 飞得很自由 很舒服 那么你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像一个很舒服的水牛 或是一个很自由的老鹰 有时候我自己有很多工作 而且工作都是好像都有实现 都要做 做得又好又快 那么我有时候觉得有一点被压迫 压力很重 然后单子很重 有时候我会抱怨 我会觉得做天主的工作实在太重 太麻烦 那么生活怎么不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 那么自由 那么舒服 到底怎么搞的 你自己有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知道有的人很怕做基督徒 因为他们觉得有太多的事情他们不能做 好像很多事情是不允许的 不能够百分之百自由 要小心不能够害人 要照顾别人 关心别人 把别人放在第一 自己放在第二 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狭窄的一条路 他们宁可愿意选择一个比较容易的路 耶稣怎么会说这个单子是很轻啊 那个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很痛苦 或是很负担很重 可能天主愿意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可能祂希望我们会多注意到 祂总是在我们旁边分担 祂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给我们很多珍贵的恩惠 不过因为我们常常是注意到消极的 没有看到我们就忽略了那些恩惠 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在静默中默想祈祷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肢体障碍的 不能走路 身体上的肌肉都缩小了 他常常在忙着卖口香糖或是面汁 用一个轮班就是把它自己推来推去 不过他也有一个有马大的三轮车 他也可以骑这个三轮车 有一天他来找我 他说丁神我们去兜风啊 去兜风啊 我那么忙啊 还要去兜风 而且坐一个好像很破的三轮车 而且刚好是下半的时间啊 台北市的空气最糟糕啊 车子最多啊 不过我觉得不能让他失望 我还是要陪他走 所以我们就去兜风啊 他骑这个三轮车骑得好快 我骑在他旁边啊 那么我就开始紧张啊 车子那么多好像很惊险 我就急着要回去我的安全的办公室啊 结果他 我那个朋友那个姓张 他一直说丁神我们一看 太阳在下山 好美 丁神我们一看 我们人爱路的树 那么多 好漂亮 我们真的很幸福能够住在台北市 我发现他这个 就是肢体有障碍的人啊 有那么多问题 那么多困难 他看到的不是车子很多 空气不好 他看到这个美丽的大自然 他把他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美好的东西 所以他觉得很快乐 我觉得我们在默想的时候 祈祷的时候也应该一样啊 觉得负担很重 坐下来 安静地想一想 你的生活里面有多少美丽的地方 多少人对你关心 多少好朋友啊 有天主给你多少恩惠 光是想到这些 暂时把这些 就是负担摆在旁边 相信 你越来越会发现 跟随天主 跟随耶稣基督 实在是很轻松 很愉快 愿天主保佑你 我又会被人家人负担 在那边 我会发现 在那边 没人家人负担